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要讲一讲 大家在发面起面过程中 泡打粉,小苏打 食用碱和酵母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和用途 不清楚的朋友一定要看完哦 这四个小瓶盖里 从左到右 依次是泡打粉 小苏打 食用碱和活性干酵母 从颜色来看 只有酵母能一眼看出来 好了,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先说说泡打粉 其实泡打粉也是小苏打演变来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 加酸性原料,加玉米淀粉 浴水也会发生很强烈的酸碱中和反应 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从而发面很快 都用来快速发面 但是属于化学物质 小孩子和孕妇 就要尽量少使用 就算是要使用 也得购买 上面明确写出 为添加铝的 泡打粉一般用于面包 糕点 饼干 等等面制食品 而且是那种需要快速制作的 再来说说小苏打 小苏打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使用发面的 自从酵母出来以后就很少有人食用了 它的发酵作用非常有限 需要大量的食用 才会把面团微微发起来 但是它做出来的馒头有很大的碱味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一般的大工厂会用到它 做馒头油条 但是都是经过很多工序的 平常家用方面很少食用的 接下来说说食用碱 食用碱在做馒头的时候加 是因为面团发起来后会发酸 必须将食用碱把酸给反映掉 这样吃起来馒头才不会发酸 口感更好 单独使用是不能让面团发酵的 但是它能使干货原料迅速涨发 比如木耳 蜕竹之类的 泡发的时候可以加一点 最后说说酵母 酵母是一类有益的微生物 在一定的条件下 它们能大量繁殖 化水倒入面团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二氧化碳气体在面团里 会变成如海绵状 多孔的疏松体 发酵面团一般使用酵母就够了 而且酵母是纯生物方法制作的 更加安全 综上所述 家用发酵面团的话 发酵前只需要使用酵母 发酵后发酸的话 用少量的食用碱中和 泡打粉和小苏打 一般用的不多 对发酵面团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而且还都不太安全 大家要谨慎购买 好了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了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的美食频道 我每天都会发布新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啦 谢谢大家